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肯来了 因为这个节目偶尔看见学生告诉我说肯以上 你这教授是听学生指导的 学生对大众媒体的了解在老师之上 他们对比如说你对书籍 你对整个文化的了解可能在学生之上 黄世新的媒体学生都在老师之上 微博如此 博客如此 电视如此 而且他们评点起来比你更到位 所以这个老师通达 他有的时候认学 某些方面认学生当老师 是吗 而且他的北大的学生 那就是凭起大众媒体来 也是分这个上中下 可能他的所以说可以上 就意思说这个节目属于有品位的 在大众媒体里是哑的 所以平原君就来了 平原君 其实我更想跟平原君 这个请教的是文学 因为他是文学史 我看过您的书 而且你看我一夸他 他老觉得我就是不怀好意 怎么我也给人留这么一名声 我是觉得您是把这个讲课 就像有些人把说评书当成一种艺术 他是把讲课当成一种艺术 所以这个我特别佩服 所以我本来是想这么多年 我一直想有机会去旁听你的这个文学课 但是今天来我发现 他还不光是一个研究文学的 他是研究大学的 对没错 是吧 出过专注的 就对今天这个大学教育 他有很多看法 那就我就引起一个社会话题了 你知道最近 张老师你从美国来 最近美国房地产经纪人 爆出一新闻 说你们华人他有钱了 他有钱了 说有一个当妈的 华人的妈在曼哈顿区 经他的手买了一个公寓 650万美元 650万美元 他问他说你给谁买的 他说我给我女儿买的 说你女儿多大的 他说女儿两岁 他说我女儿将来要到纽约上学 我为了她上学 我先把她这个学区房给买好 我看见了这报道 是纽约时报的还是哪的 就太绝了 因为中国的现在的这种 这种极端的现象 特别能引起洋人的一种惊议 首先他的印象 本来是你们都是穷的 好像应该是 就是至少是 以前是一定要 像我们这一代去留学 一定要拿到奖学金 否则你根本没有钱 像我出去的时候 家里边只有出一张机票的钱 就是来回的钱都没有 那又现在后来呢 又变成就是自己出钱 到了这一步 就是说给两岁的孩子 先买房 都不是出钱 所以这个学生的形象 已经我在那个纽约住的 就是正好是那个NYU 就纽约大学那学区 后来在街上 原来我们是说 家里人说中文是秘密语言 后来现在发生出门 你在街上 我跟我女儿讲几句中文 马上就有人回头 就中国学生多到这种程度 而且很多都是自费的 其实香港也是这样的 香港也是有 那个为了孩子去买房子 然后买在那里 这个一方面是 你可以理解为一个投资 就是家长知道 这个笔钱下去 等到孩子长大会长的 这是一个判断 就是他们对投资的那种 还有另外也是有钱才敢这么做 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让我当教授的觉得悲哀 是他们其实某种意义上 对中国的就义不放心 这是作为一个老师来说 会觉得很难受的 就是他们想的 因为今天的以前 像他们出去去念博士 后来去念大学 后来去念中学 现在连小学也要出去念 那是对整个中国就义的 一个很大的嘲讽 诶 平原你这么一说 我又想到你说的这个 就是说对中国教育不放心 而且对中国可能房地产也不放心 你知道吗 因为在他刚才说的这个故事 就是说在纽约这种黄金地段 买房子 预先买 他实际上可以投十几年的子 这小孩还没去上学呢 但是他会涨 他会稳 其实他也背后也有一个对 比如说国内的房地产 可能有隐含的泡沫 他也担心 你知道不如在那儿 预先就买了 那个房子一涨看涨 然后到小孩该上学的时候 又是去了一个真金白银的一个名校 或者如何如何 其实他这个后边的心理 可能对中国的教育 什么经济的这种泡沫 都是一种担心 就是您刚才讲的是嘲讽 就是说不放心什么 我就觉得这会不会还有一种心理 我就觉得今天的父母亲 比我们小的时候这个父母亲 为孩子操的这个心 上学操的这个心 多的太多了 我们小的时候 小学中学不就这么上吗 对吗 今天你知道我们有为什么有这个话题 就前些天我们在香港跟我们老板吃饭 一桌子十几个人 好 我们老板面子挺大 这十几个人全在互相求孩子上学的事情 老板你能不能跟哪个校长吃顿饭 从有一半是北京的同事 有一半是香港的同事 都在互相拖 说你给我写介绍信 我这就后来大家就在说 怎么现在全体的有孩子的人 而且不拘年龄大小 有的孩子才一岁两岁 他已经开始琢磨着 要往哪去上幼儿园 什么一路就通天 后来就是大家就说 中国教育是不是出了问题 搞到这样一个程度 也不能说中国 其实是我觉得整个亚洲都有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20年前在东京大学的时候 我们那个教授 那天很高兴请我吃饭 为什么 他孩子考上了他们那里的很好的幼儿园 所以考幼儿园还值得请吃饭 他说你不知道 好幼儿园将来好小学 好中学 好大学 从幼儿园开始就在拼 那个好小学 北大幼儿园对上北大有帮助吗 有好处 幼儿园小学和初中 是有照顾北大的子女的 但是高中就没有 现在各个大学 其实你都不知道 很多人愿意进大学当救援 包括原来很好的职务 愿意调到大学里面进入 有一些 不是说全部 有不少的一部分为了孩子入学 他能保证将来这个孩子 可以上好的幼儿园 好的小学 好的初中 到初中以后就又靠自己了 但是前面这几年 如果是有一个好的基础的话 后面相对来说 容易就多 换句话来说 我们以前是考名秀 是说的是名大学 现在的名秀 那个著名的中学 著名的小学 著名的幼儿园的园长 校长们的价值 比大学校长还大 那是 因为大学校长 其实说到底 比如北大校长 你不能随便接受一个学生进来 相对来说 关卡会多一些 好的中学的校长 好的小学的校长的权威性很大 但是真的要挑了一个名校 我就不懂 真有那么大区别吗 这么说 其实是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 就今天中国的就业资源的不均匀 好学校和坏学校差不多太多了 那个不用说是北京和一个边缘的 比如说甘肃啊宁夏 不是这样 当时北京市 北京市里面的好的中学和差的中学的水平差别很大很大 能差的什么程度 我说过说我们今天在做各种课标的就是中学课标的就要求大家怎么讲课 有的大有的中学现在已经在讲大学的选修课啊 因为他把大学的大学的一些课程就最近十年的改革等于是选修课的制度出来以后等于是好多大学教授把他们的课程的中学教师已经基本上在承接那些课程 而对于学生来说没问题 好的中学是没问题的 但差的中学的话连课本都念不完 然后我问北京北京市我们说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基本上很难 在我看来因为你是两个可能性 一个你需要出人才 出人才的话 对于中学来说考好大学是一个硬指标 比如能考上北大多少能考上清华多少是一个绝对硬指标 你在改革再好的校长你改革把我们的指标给降下来了都考不上了家长绝对不干的 你的理念再好在中学这个阶段中学校长他的困难在意他必须保升学历 保考好大学的升学历 而至现在的中国的你北京的北京为例集中在若干所中学 一所好的中学的上北到清华的人数超过广东省 就是他一下子会集中整个全州集中在北京 我不用给他们当广告 但是北京市的若干所中学 所以孩子们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他集中好的救师 好的救师只有你现在的相对来说可以 比如说我给薪水高 各种各样的条件好 他们是可以进来的 所以他们的研究水平也高 他们的教学方法也好 他们也用心 所以我说只能是政府在某个方阶来调整 我们不能把好的中学弄成差的中学 那不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任务是如何让一些差的中学比较好的 就像龙头构区的中学 我们怎么帮助他 北京市就委应该有这个能力 就是用我一些政策奖励 让一些老师愿意到一些差的中学去 帮他们提升 所以现在今天这个差距 就像中国的贫富差距一样 没错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重塑架控 升华术士 豪华 衣食新生 这就是新世代的天籁 东风日禅 你觉得现在有的那妈妈 因为中国现在也有钱的妇人 她开始产生一想法 就是说我就让我的孩子上美国学校 她说我可不要上中国学校 中国学校那个负担 就像你说的 哪怕是名校重点学校 那孩子太苦了 她说我不愿意 打听说这个美国学校好 整天就玩 我就喜欢让我孩子就去上这个学校 这思路什么思路 有道理 这种选择 我觉得在很多可能出国的人里边 家长里边心态挺普遍的 你觉得呢 我是反对这种做法的 那你敢不敢说什么 是这样的 怎么看待现在的教育 比如中国的教育问题很多 但是现在好多人也在说 国外的学生们都在玩 然后我们中国的读那么多的 有这个必要吗 一个就是相对来说 美国的教育里面 小学甚至到大学 都尤其不是很严格的 他们的全力引赴的读书 是研究院以后 我们是倒过来 我们小学中学太苦了 所以进了大学以后很多人放松 不认真读书了 是我们大学玩去了 变成大学在玩 小学中学 这是必须调整的 但是问题是 现在很多人在宣传这个观点的时候 会特别强调 要救着小孩子的兴趣 对 而在我看来 教育某种意义上有强制性的一面 教育不是一个纯粹就着学生们的趣味来弄 现在很多大学的很多中学都不太管学 不太敢管学生了 对 反过来的话 这个你得想想说 我们都这么走过来的 就我说的是 我想想我小时候如果是让我一个劲的玩 会走成什么样子 我不知道 因为对于一些自觉性很强的学生来说 这是个好的制度 他所以分别对待 一般人就是讲了 一般人老是说 你看人美国都登上月球了 人类小孩玩大的 想象力丰富 创意跌出 那又怎么讲呢 玩跟想象力没有必定的关系 我们说玩不玩 主要针对着现在的课程太多 课程的深度太大 今天的中国的中学课本 比美国的中学课本 就数理化而言 肯定比他们深 深 对 那你能说中国的学生 比美国学生聪明吗 不能这么一概而论 但是你的想想说 美国把那么多国家的精英人才 用这个办法 用大学 用研究院 用好的研究院 把大家吸纳到这里来 他不是说他 我看过多少笨的美国孩子 你要到超市去看 他们连数字都算不清楚 你不能说是 反过来就说中国人很笨 美国人很笨 不是这样的 他的精英人才不一定是美国 不一定是美国的本土的受的教育 可能是中国教育 也可能是法国 也可能是伊斯典 所以我不能够用这个来判断说 中国和美国的 我觉得是最后的阶段 比如说研究院阶段 确实他们做的比我们好多多 平原我倒觉得 这种就是印象也有点极端 因为我的切身的经历 就是因为 比如我女儿 她在这边上了小学 到那边初中她就去了 以为是到那以后 就是大家想到那就是玩 实际上并不是 她就是有的学生是可以玩 玩也没有得 就是像被像这样 在这边这样被边缘化 被看不起 但是其实她的课程是有张有迟的 从初中开始 就比小学的时候要忙一些 到了高中又更忙 然后甚至就是说 有很多有一些 我们这边的家长 奔着那边 觉得这边英式教育太什么 到那以后发现 至少在纽约这个地区 在比较好的公立学校 和私立学校 她感到的压力是一样的 整个的功课的分量 其实并没有比这边少那么多 包括这种她的大考 她都有预考的 有预考班的 您觉得呢 其实是这么说吧 还得看孩子的性格 有的孩子 就我说的是 同样上美国上大学 还是上中学 去不去 其中还有一点 必须考虑到自己的孩子的性格 有的人特别活泼 特别能够适应新的环境 特别有表现的欲望 而且学习会自觉 会有兴趣 这样的人出去没问题 但是如果不是的话 出去会很受苦 你看到呢 一些那个出去很成功的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 多少年前 我在那个英国的 建设 看到那个孩子们 这哭哭啼啼 要求回来 现在的家长都是 希望从小 从小学到中学 到大学都送出去 好多人是为了孩子 出去陪读 所以你看 我觉得就是有个理想 就孔子说出来 但是这个理想 今天实现不了 比如说第一 孔子讲这个因才识教 可是现在好像没办法 差别化的教育 孔子又讲 这个学不至于乐 不可谓之学 就是说理想的情况 当然是孩子有兴趣 兴趣支撑他 可以寒窗苦读 但是您又不同意 这种 不是不是 是这样的 你必须考虑一个问题 现在的高考制度的问题 北大为了这个问题 专门设立一个 中学校长推荐制 中学校长可以推荐一些 好的学生 北大面试一下进来 想绕开那个 全国的统一高考 然后做了几年 我问招生班 怎么没看到那个 特别优秀的 偏科的学生 他说陈教授你搞错了 大家想象都像 钱宗书那样的 偏科的学生 根本就进不了重点中学 小学就可能被逃 就就就就边缘化了 再不得初中给边缘化了 就不到了高中 因为你到了重点高中的学生 而且的话能够呈现出好的状态 被推荐上了 必定是每门功课都好 所以最后的结果还是没有出现 你说的英才师教的那一个 对那你不是出现庸才 我觉得就各方面都很平均 不能说拥财 这个时候也不对 因为中学阶段相对来说 均匀发展是正确的 我不主张中学阶段 就马上做这个人的语文特别强 数学完全不要了 一些基本的知识 人类的基本的知识 甚至到了大学 都必须有这一类的积累 不应该太早的说 这个孩子语文特别好 我们全部用来做语文 我觉得不应该这么说 因为小的时候他还不知道他要什么 让他玩就是在放羊的当中 他逐渐发现他自己喜欢什么 对不对 你如果过早给他聚焦到一个地方了 他不是就是说你最后你得出来的是一个 可能就是我这也使劲 那也使劲 我反而最喜欢的那一 他变得很薄 对不对 其实说实在的 我们假想的都是天才 而我看到教了三十年书 没见到什么天才 我们能达到中等和中上就了不起了 然后对于中等和中上的人来说 在中学阶段基本上均匀的发展 很多天才都是弃学的 对 你不论在美国和中国 这些创业的企业家都是 对 等一下你会谈到这个问题 你必须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今天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是说 第一 能不能招偏科的学生 比如北京大学 比如说我当教授 我招研究生 我能不能招偏科的学生 比如说外语不及格 你能不能招 制度上不允许你招 因为公众对公正有另外一个期待 大学的发展中间 因为你不是私立大学 你是国立大学 你的经费来自于公众的公民 就是大家的纳税人的钱 你没有权利说我喜欢 比如说我喜欢小招 我不管你考的多少分 我都认准你 肯定是将来能成才的 我不管你考多少分 我一定进来 很容易赌错 即使我赌对了 人家肯定怀疑 你们背后有什么交易 是是是 所以现在已经没有 所以我说的困难在什么地方呢 今天谁想特立独行 谁想凭自己的判断 来选拔人才 而不考虑其他的因素 都会碰到这一类的障碍 这是来自实际当中的人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嗨 我是美眉 欢迎来到中国移动超大手机音乐下载商场 百万新歌金曲 想听就听 发送MM到1065-8800 迅速下载客户端 移动改变生活 所以其实只有一个最不坏的教育制度 是吗 不可能有存在一个最好的教育制度 但是那你说 像咱们刚才说了这个名校 很多家长选择名校也是因为信仰 这个名校一定是掌握了一套方法 能够让我的孩子脱颜而出 有这个可能性 但更大的可能性 它的是名校的象征资本 对你的孩子将来的就业 有特别大的好处 您说这个我给你插话 我就说现在今天 你知道你们北大是旅游热点 这个旅游我小的时候没有见过 原来比如说长春式的一个中学老师 可以领着全班男女同学到北大旅游 为什么呢 就让你们看看 这就是你们的目标 然后那记者到北大校园去采访 那男学生就说 你想想不想上北大 这北大风景好不好 他风景好不好 无所谓 主要是上了北大 这同学将来非富即贵 我就将来混得差不了 你说这是功利的想法 要上一个名校 是吗 但是这根必须考虑到公众的 他不是不能埋怨 不能埋怨孩子们 也不能够埋怨家长 很大程度现在是倒推 不做教育的人 很容易批评家长们 失利等等 做教育的人明白 你的学生出路 很实在的 很实在的 因为现在不只是说上一个名校 而且他们会考虑 比如我的学生们去工作 到大学求职 不是看你北大的博士 是要查商贷的 你的硕士在哪念的 你的本科在哪念的 本科假如你不是好的大学 很多大学都根本不看 所以他 连平原自己都是 因为我们我和他的太太夏宇宏 我们是北大本科的 那时候他们谈朋友的时候 也很有意思 因为他本科是中山的 他研究生到了北大 好像这都变成了某种 矮一截什么 矮一截 他得证明他自己 后来人家当然证明了 北大的 现在就去年 我们学校申请 那个长江学者 我们有系里面 好多老师来申请 那几个最后进入围的 那几个教授 一看 没有一个是北大本科的 我已经说过夏宇宏 这个问题 就是北大的人 有一种很好的底蕴 但是有一点矜持 不太会拼命的去战斗 然后以前的大学里面 比如说各个大学 像我还好 我是中山大学的 我们同事中好多是 比较差的大学 握着石砖 然后一步一步走上来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所以说你从横移的地方起步 一步一步走上来 很多路 对